最近的大雨讓台鐵也受到影響 民進黨花蓮縣議員候選人陳才能 16號坐火車北上時 購買列車因為好雨影響而暫停在浮龍站 找同黨立委陳歐珀連打三通電話 向台鐵局長關切 還很自豪地在臉書上發文 而且前交通部長林佳龍還來按讚 結果引來大批網友炮轟 他根本就是還沒選上就在耍光威 而陳才能不僅不願意認錯 還要侮辱新的字眼來攻擊質疑他的網友 並在發一篇文自稱他是被搬弄是非 說他沒有要求列車強行行駛 所以照這個說法的話 我們只能說是 碰巧在他找立委之後 火車就開了 還有網友翻出以前的成災 參選跟江縣立委時 也是因為搭乘的軍租船延誤 就在現場大罵活軍 還要求軍方停止作業先行開船 台鐵或乘客都不願意碰到這種情況 但天災沒有人可以控制 而且以浮龍車匠的位置來說 臨時找公路接駁 可能也不是馬上就會到 陳才能自己說旅客都很能體諒 結果從他發文卻感受到 不能體諒的是他自己 甚至還有人指控他 任意按壓緊急通話鈕 以及要求台地人員違法讓他在車站酬炎等等 他等人都不願意正面回應 也沒有做任何澄清 候選人還沒有當選 就先學會利用關係施壓 事後自己的行為受到批評 還不懂得虛心接受 只想反嗆 實在不是一個正確的示範